近日,由市委宣传部、科委、京信委和信息化协会举办的2010信息化北京十大应用成果奖评选结果揭晓 由我局勤务指挥部开发建设的扁平化勤务指挥科技系统平台获此殊荣 市局政治部予以通报表彰 8月5日,北京市委宣传部、科委、京信委和信息化协会举办的2010信息北京十大应用成果奖评选结果揭晓 由市局勤务指挥部开发建设的扁平化勤务指挥科技信息系统平台 从数百个带选对象中脱颖而出,获此殊荣 全面展示了近年来我局依托科技墙景,不断提高指挥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成绩 这套系统平台融合了大量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 在指挥调度、警情监测,勤务管理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具有科学管理警力、精确掌握警情、动态指导指挥三大功能 这套系统现在应该是在全局的二级指挥机构 大概是五十余家的二级指挥机构 还有上千余家的森科队所应该都全部在省这套系统 整个这个平台应该是成功地研发了岗位勤务管理系统 这套系统应该说是改变了我们以前警力底数不清的一个情况 应该说是填补了整个国内警力资源管理的一个空牌 第二个特点应该是我们有一套非常智能的一个警情监测系统 应该是通过热点图、还有说是警情分布图、还有这个警力警情对比图 实现了一个警力部署和警情发案同步浮动的这么一个最佳的一个效果 第三个就是在指挥上面 就是国内首创相当于提出的这种扁平化的这么指挥控制这么一遍 现在通过我们的精确掌握警情以及对警力的这种精确管理 我们相当于能够把我们所有的警力拉平到一个战线上能够点对点指挥 同时整合公安信息资源、加大无线通信、图像视频、GPS微信定位系统的应用力量 最大限度地将高科技手段应用到指挥调度和勤务组织管理系统中 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的反应时间、我们的处置速度都非常地快 比以前增加了不少 像我们的报警量从2000年到现在它是增长了将近得有五倍 但是人员只是翻了一番 这个人员和这个报警量它是不成正比增长的 怎么能够保障 完全都是依靠一个科技系统支撑 扁平化勤务指挥科技系统平台是一套既能用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指挥 又能担负日常城市安保工作 屏占结合资源共享的技术系统 在十七大、奥运会、藏奥会、国庆60周年安保和日常社会面防控工作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主要就是使这个指挥系统啊 就使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啊 对这个当前的警力设置、岗位设置 包括警力分布、执勤状态有了更为直观的、准确的了解和掌握 另外一块呢 提高了我们呢 对全局警力态势的这种驾驭能力和掌控能力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再见